朋友经常说见到双彩虹就很幸运 见到双彩虹是否这么困难呢? 当然见到彩虹 当然视乎大家是否幸运刚刚耍长雨 还要大家站的角度 是否刚刚太阳在后面射向雨水 你才有机会见到彩虹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怎样有双彩虹呢? 因为它有两个不同的方法 可以出现彩虹 第一件事是它要经过水点 首先是一个折射 再有一个反射 然后再有一个折射 两个折射和一个反射 这就是主红 因为它有不同的颜色 会有不同的折射的分别 所以便会出现不同的颜色 但是去到另一层 就是两个反射 因为反射多一次 所以它的角度就不同了 所以你会见到它主红上高 还有另一个我们叫腐虹 或者叫危 当然要一些水点 比较均匀 才容易看到整条彩虹 何况两条都要见到 当然要运气 好吗